字幕志愿者 討論所有人 喂喂哈佬哈佬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30號 話說東航事件 東天寒流是嗎 東方霞的航空 不知为什么,他们很喜欢叫东变,日本就有家叫东电,中国都不输舍,有家叫东河,那日本的东就比中国的东就更加东,人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,都搞出这样的事,不过真的,干嘛要在一个会震动的地方呢,那里做电厂才行的,这个八思不得其解,但是呢, 没办法,在一个这样的土壤上面就经常有事件发生,例如311那样,那他们已经算是做到最好的了,而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土地里面都可以,有台山电厂的那些泄漏事件,不过他说可防可控的,永远都这么说的了,有哪次不是可防可控的, 事实上只要数字可以调控的时候呢,你除回14亿那个都是一个小问题,啊,这点就非常科学哦,是有数字根据,那今回啊,我们讲的就是东航,有一些叫做黑盒的嘛,那但是为什么迟迟,啊,那些事件,就是到今天都还没交代得好的呢,原因可能就是要请出这个老佛爷了, 啊,老是去罚人,那话说因为事件今次呢,就涉及波音航空公司,是不是,你不要理,维修各样,他怎么做那些东西啦,总之,那,你整出来的,你搞定, 以及,为什么周星星呢,啊,身为政协,他很少会开金口的嘛,突然之间都推了出来说几句话,所以知道啊,周星星是无保不落的嘛,也都非常之怕说错话,啊,有些朋友仔就说咯,自从呢,他上了去拍片之后,啊,就很多年都没看他的片了, 啊,即使是少林足球,啊,都已经是降了很多个level,有些人就为他开脱啦,就说他是艺术家的脾气,咯咯,所以呢,拍出来那些东西开始有艺术的成分,啊,他到现在,林老之年呢,啊,就更加升华了,啊,那种笑片的,笑像的那种工艺,是没那么好笑就没那么好笑的啦,啊,不过啊,啊,我们这些呢,就, 很明显是result-oriented的,看结果的而已,最近的一出,《喜剧之王2》啊,喂,我觉得是好看的哦,不过啊,啊,之前都和大家拍过一集,哇,原来是人家的条桥来的,我以为他这么好桥,咯,有什么可以不踩戒之余,金马掌的嘛,是不是啊,又可以达到搞笑的目的呢,这点,啊,就是足球西方的东西,怎么样可以游合了这个少林,中国的东西, 拍起来一起再赚大钱呢,这个就是少林足球,可一,就不可在,很难的,而他讽刺的那个人物就叫做马云,那所以呢,啊,才粗粗的给他过到那种意思,让你扮白雪公主啊,那你,那总之一个讲话这么小心的人,拍片又这么小心的人,突然之间能够开金口的时候呢,哇,你真是会想一下背后到底是不是,装人弹弓啊,不出奇的, 尤其是我们有些叫天佛,是天价佛款呢,如果全部东西都摊开了出来,发现,哎,是东航的了,这样波音,啊,不可以拍拍拖油,这样就走人了,那所以,即使你怎么样搜索啊,这样那样,很多东西都是秘密进行的了,东航 MU5735客机,在港西吾州那里,啊,垂直倒树冲,机上人员132人,就全部语化升线啦,事发的航机,为波音737-800型号的客机,时间就不到7年,在2015年6月22号, 加乎东方航空使用,但是,之前那集都讲过啦,人家美国西南航空,一直都是用同一类型,而复役的时间,已经去到15年,是零事顾率,啊,不过其实很多飞机都是零事顾率啊,啊,那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可以,去令到离岸公司给钱他啦, 那但是,即是大湾航空那里,买了这么多架机,啊,又可不可以退款呢,同一型号啊,而随着国泰航空公司,即是被他这样搞些航班法,以后可能大家都要回答的,即是万一你某一日改变心意想走的时候,发现国泰航空公司都要借用大湾航空的飞机,那不知道你敢不敢回答啊,啊,虽然,事发当日那架飞机呢,用的是一架短途机, 断股他都不会用短途机,啊,就承载长途机的旅客吧,而这件事件,在国内的微博,啊,就早已经变成一种禁忌,那些关于为什么会垂直这样去聚落的报道啊,任何的猜测都已经成为禁忌,即是不让你猜的,还有呢,啊,和以往不同啊,以往就拿点彩的嘛,就是有哪些这样的人员,成为数字之一的时候, 啊,他那些央视各样都会走过去纪念一番,而且呢,啊,大事报道显示国家对人民的关注,今回都有,不过呢,就是找姓乘那个去走过去慰问各样那些啦, 啊,又高举航空安全,啊,就作为第一位, 要把中国的航空,啊,走出世界,能飞行可飞行,平滑飞行,坚决反对垂直航行路线,啊,等等那些啦,其实今次他就没有那么多话说,他只是对事故呢,就表示震惊,要求调查的人员 尽快确定事故的原因,那我们知道飞机航空的时候,记录所有航空讯息的黑盒,啊,就每次事故之后,是第一时间要找回的,而关键就在第二个盒仔里,这个盒仔呢,是有记录到 聚落之前,机长的那个录音,尤其倘若,啊,就是他留下一些,什么信息,就是会不会是,一些个人事故,啊,就好像马来西亚那件事件,啊,大家还记得马来西亚,啊,那些飞机,是不是,啊,那个机长当日,啊,是被人找到,哎,他情绪上有些不稳定各样的,啊,哇,那如果,就是你知道啦,飞机没去到自动渡航的,嘛, 其实有的,不过大部分时间,你仍然那个机师呢,是要话事的,嘛,那结果原来,你没有做过那个aptitude test,那万一,啊,他有些什么情绪不稳,突然之间拿一辆飞机来教飞的时候,那怎么办呢,啦,其实就,很简单,啊,找了之后,不经审查,那然后公开了所有信息,那就大白于天下咯,但这点,大家都知道了,在中国是永远都不会发生的, 甚至乎要硬生生的,这样将自己,讲了的东西,啊,就吞翻翻转头,那话说,事件就出现螺旋门,哦,根据中国民航报,2022年3月25号,10点发布的消息,就讲到,就认一下厉害,啊,嘛, 首构的人员,第一时间讲到现场那些,啊,就已经找到第二个,盒仔,在驾驶仓里面的那个,话音纪录器,而且已经送去北京那里就进行解释,而这单报道呢,是由中国民航报七个记者一起联名,去发布的, 那但是,其后,啊,新华社,啊,就出面,在那,说那七名记者,啊,又造谣生事,新闻不实,啊,这个就是螺旋门,啊,但是,就没有因为新华社讲的,中国民航报,呢,啊,就收回报道,哦,那很明显,他们是很确切地,啊,拿到一些资讯, 如果不是都不会这么硬斑斑,说是人家新华社,在那里质疑你,是吧,所以一再重申,还要加上标点符号,真的感叹号,那样,但是,那,神奇之处就在于此,了,中国民航报社,突然之间,啊,就发出了道歉的声明,就否认了这单,他们自己报出来的新闻,啊,没有,那个盒仔,啊,没找到的,那样,那到底,所为何事呢,其实就算是, 共共的内部,啊,以及东航,啊,都倾向觉得是人为原因,为什么呢,因为如果是人为的原因,就就是那辆飞机没事,啊,如果飞机没事,那又可以继续订购那些737-800,就是比较上安全稳定的波音客机,否则的时候就好像大湾航空一样,了,所以其实他们是倾向,就想这单东西呢,是因为,哎,就是你机师做得不好都还可以玩够, 啊,帝市,啊,可能做多些情绪啊,各方面的那些检测,那但是万一不是,啊,就是真是,那些机翼啊,各样啊,他们自己在那里出笼了啊,你不要你维修各样,哪个做都好,啦,万一真是不是关人事,是关飞机事的时候呢, 啊,你又覆水难收,啊,公布了这些东西,那结果,你知道啦,就是,中国的老百姓,水能在周,亦能覆周,啊,他们怎么都是怕雨化星先的嘛,那这点是很实际的,以往来讲呢,就是由于他们怕雨化星先,啊,那所以当局,啊,就是很容易就可以收编到他们啦, 啊,都是小绵羊一样,啊,这么顺服的,但是,如果,啊,牵涉到这些飞机各样呢,就等于你和他们讲那些食物啊,那些飞机交通啊,或者是那些升降机啊,有些什么特别的状况,我们用这四个字, 异常的情形,用这四个字,那的时候呢,就真是呆呆,哇,你想找他们搭飞机啊,坐你的巴士啊,甚至乎搭你的升降机啊,眼不见就为干净而已,你公布了个合制的资讯,啊,就不方不干净啦,啊,那结果呢,那些飞机怎样我不知道啦,东航的股价就真是,又或者这么说啦,门一门先,啊,用这几个字,为什麽啊,走了些股票才说的嘛,哼,就不知道是不是啦,好,今天讲到这里,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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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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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